林口街80巷 林口街80巷只有8米的道路 当初211%的时候容积率 有两个建筑物 一个是44.85公尺 一个是30.55公尺 现在假如换到400的时候 各位想一下看 是不是变成一个是90公尺 一个是60公尺 当初盖的时候 已经是把两个小的放在这边了 可见另外两个呢 比这两个还要大 到现在 就是上一次我们一直建议说要它后退 结果它只退了12公尺 到现在我们还在阴影之下 所谓的阴影就是冬至的时候 我先讲一下东西 因为这刚好是北向跟南向的问题 我们刚好是在建筑物的北边 就是我建筑物的南方 日照就是我受到日照权的影响 那日照权是规定的 我想你们每个人都知道 它就是在23向里边的第二款 对不对 所以楼高超过21公尺 它就要检讨日照权 那我冬天看不到太阳 秋天我看得到太阳吗 秋天的阳角 就是太阳的阳角是65度 各位你去算一下 如果是我面对一个90公尺高的建筑物 我有太阳可以照不到吗 所以假如说 你们这样子要变成400 那我们根本就是春秋冬 只有夏天还能见得到阳光啊 我现在都七十几岁了 我后来的日子常常需要在家里啊 那我见不到阳光 我不晓得社府单位的意思是什么 是解决有问题的人 你现在不是解决有问题的人啊 你是把没有问题的人变成有问题啊 你把健康的人变成不健康啊 对不对 上一次 其实这个规划 看不出来危害到什么地方 所以上一次真正细部计划出来的时候 才发觉到 你两百亿就已经逐一危害到我们了 所以现在假如说变成400 更没有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一个是要 尽量的矮 尽量的容积力 不能够提高到400 对不对 甚至两百亿的时候呢 我还是希望在真实那个都市计划的时候 说我们那个八十五项到的地方 有画一个绿带 等将来呢 盖房子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绿带 否则的话 我没有地方去表明啊 以后真的盖房子 我能去讲话吗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们不替我们规划 将来受害的就是我们 我们这边的八十项的人啊 所以等于说是你400换了之后 就变成说 埋下一个八十项居民的抗争的总是啊 这不是逼老白姓着返吗 遭返吗 所以你假如只看那个图 你说八十九十一百 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可是你真的一盖的时候 就发现说 哇 怎么是九十米的房子盖在你前面啊 八米的向导 大家想一想 九十米耶 春天都看不到太阳啊 秋天也看不到太阳啊 冬天也看不到太阳啊 所以呢 光光这个图上看不出原因 真正一做就有问题 所以我希望在都市计划的时候 画一个绿带 保护我们八十项的那个 所以八十 它的宽度呢 一定要 我想你们都是专家 你们也可以请专家 什么叫做日照权 日照的时候到底 比如说夏天的日照 可以从气氧举例告诉你们 就是41.5度 春天的时候65度 阳甲是65度 这一算就知道了 有没有影响 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所以我希望说 在这一次 能够画一个很清楚的 清楚的绿带 保护我们 这个居民 就是周边居民的这个日照权 否则的话呢 以后还要再去抗争啊 就像上一次 我们抗争的后来 也不过只退12米啊 我这样讲一下啦 你冬天的阳角 这41度 对不对 我们不要用41度 我们就45度好了 还比较高一点 对不对 45度就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就表示说 你盖一个40公尺的房子 你就有40公尺的阴影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扣掉八米向道 你要有多少绿带 是不是要30公尺的绿带 30公尺的绿带 简单的讲解 是不是这个样子 超过三分钟了吧 超过了吧 谢谢 不好意思 因为三外发言 那我发言